澳洲墨尔本于11日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搞怪慈善活动鸟人大赛 参赛者必须使用没有任何机械辅助的自制滑翔翼飞行 今年比赛最后由扮成红男爵飞观者夺冠 比赛会根据参加者的服装、起飞前的表演、飞行和坠落的距离来评分 他们在飞行前募得的善款规模也包括在总分计算中 今年参加者都奇装异服 背着自制飞行装备从亚拉河畔平台跳下起飞 跟往年相比今年装备显得比较传统 去年冠军是背着胸罩制成的降落伞呢 今年冠军马彩扮成一次世界大战时 德国王牌飞观红男爵身背鲜红色飞机夺下第一 墨尔本市政府表示 今年参加者一共为各自指定的慈善团体 募得将近10万澳元 约新台币229万 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孙玉山整理报道